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讲书画同源 然后讲文房四宝 一直讲到现在 大家很可能在想这都是讲一般的国画的常识 实际上它的目的是现在终于准备到了 也就是中国绘画的省思 如果赵孟甫是中国文人画的算是相当早的其实者 他启发了中国文人绘画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赵孟甫那个时候他画的玩意儿 一直到现在七百多年来还是画的差不多呢 为什么我们的画家还是在用那些符号 金丝点 梅花点 小桥流水人家 穿个古装的人 拿个拐杖过桥 为什么都不变呢 他们不腻吗 这当中一定有他的神庙之处 这神庙之处是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发扬光大的 但是也有他的鬼怪之处 也就是说那些东西是我们需要检讨 而且要把它提出去的 在2023年的9月吧 有一个蛮大的新闻 就是是大陆的 大陆有一位画家被比利时的一个画家告了 说这位姓叶的画家都在抄他的作品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这个姓叶的这个大陆的画家 国际知名的 非常有名的画家 那一张画都是几百万的 那么这边这一张呢 这边这一张是比利时的画家 小牌画家 但是他们画得很像 像不像呢 可能是还算是蛮像的 有一些部分是蛮像的 然后告 好像赔了相当于台币2200万 还赔的蛮多的 是中国大陆的法院判决 所以他抄袭了 抄袭了 所以要赔款 那欧洲的新闻也都出来了 看了这个新闻啊 我挺感慨的 我又在想啊 这位姓叶的这位画家叶永青啊 他好像生错了时候 他如果再生早一些时候 恐怕就不一样了 我也想起来 有一个画家 对了 后来拍了一个传记片 叫做苏富比的 魏画制造者 专门制造假画 然后拿给苏富比去拍卖的 那个画家叫什么 叫做Wolfgang 叫做Wolfgang 他的first name是Wolfgang 大概是个意大利人 他造的太像了 他赚了多少啊 多少多少就上亿的 然后被抓到了 因为他有一张制造的太成功了 结果那个太成功的那张画 大家就说哇 这是他是卫造 比如说他卫造 这是刘庸的作品 结果人家说哇 这是刘庸最好的作品 然后拿来做研究 然后一看 上面的颜料 在刘庸那个时代是没有的 然后发现了 你看 他帮那个画家 帮那个刘庸创造了一个 刘庸从来没有画到的 那么好的作品 可是他被抓了 然后判了六年在监狱里头 据说他进监狱之后啊 他育友都请他帮忙 在背上画 说你帮我在背上画 但是他跟这育友讲 好 我跟你背上画 我跟你讲 你出狱之后 人家就会把你宰了 给你剥皮 那些育友才没有继续要求他画 可见他画得有多好 判六年 那么为什么我说叶永庆 如果说是生早些年 那不是就没关系了吗 是啊 我们哪里在乎呢 我们中国绘画里面有传疑磨血 这个谢赫的六法 就是说中国绘画的六法里面 气韵生动啊 古法用笔啊 音物象形啊 传疑磨血啊 经营位置啊 这个讲了六种方法 其中有一个 就是传疑磨血 你把这个东西把它临摹了 你把这个东西把它临摹了 或者是把它透着光啊 放在窗子上啊 临摹了之后 这也是传疑磨血 这也是传疑磨血 说明很重要的学过呢 我们中国的 话论里面也讲啊 画不尸骨如夜行无竹 便无入路 就是说画画 如果你不尸法古人的话 你就好像夜里头走 没有烛光 没有火把 没有光线 便无入路 没有路可以进去 所以我们国画是不是一开始 一直到今天 学国画的人一开始 老师教四君子 赵老师这个话 教山水 披麻村一条一条 OK这样子一条一条 然后戒指点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是不是 你一开始是在临摹这些东西 你今天如果你是写王字 你写的太像了 你写出来啊 如果是用古时候的纸的话 古时候的媒材的话 你写出来 人家认为就是王羲之的 那你是要被赞赏 还是要被骂呀 所以你根本就是造假 如果你写了之后 还提上王羲之 提上羲之两个字 会被骂 还是会被赞赏 可能被赞赏啊 哇 写了一把王字啊 所以 如果叶永青他生早一点 他才模仿了一部分 又没有把这个 Christian这个画家的名字签上去 是他签自己的名字 他会被判这么重吗 但是 中国的法院能够这样判 也显示 我们的法律啊 是很客观了 这当中 有关临摹 这当中有非常大的学问 还影响到中国绘画的发展 他也就是我们700年来 我们的符号一直在这儿 我们一直都画那些小桥流水人家 而一点都不会厌烦 怎么看就是怎么好 的一个基本原因 这个基本原因是什么 下一次再跟大家谈 他也不会有什么 他也不会有什么 在这儿 那么 在认识 在这里 那 我觉得 还是 你 好 认识